大家好,我是中央刘凤霄 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一部分 就是以前到晚,能想睡觉,能不得困 而且,是能坐着腾着,就绝不坐着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他们真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是真的烂吗? 其实,从中央的角度来讲,并不是这样的 会出现这些经过 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说明 我们一定是自身的身体内部出现了不小问题才导致 那,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呢? 如果,你有畅畅感觉自己发力,来点重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析的内容 走一秒仔细地行一天 首先,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类人,很多都是区区时期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实际的特性 本是重重念灵 所以,一个人如果展然上了实际 那么,他的神迹就像是过了一层面部一样 有重有尘 而且,实际在综艺里面讲 本就是银线 所以,这个银线在天内积聚久了 日久便会作为神迹阳气的生法 那,大家都知道,一样不足,诸获利,诸神迹 所以,一样气不足的人,神迹就根本没有获利 自然不愿意走 而且,这样的人还松香水药 还有,气渔的人也会不能往轻快 老相松着,坐着 因为什么呢? 因为,离气,气敌一定是咸有气在我里 气是敌的基础 只要气足了,才由门来赶气流过 那,要是气渔了呢? 神迹奔断的,就会想要躺着,想睡觉 主义长讲,气为邪之帅,邪为气之目 气邪是一个争体 所以,气渔的人实际会邪虚 那么,邪虚又会加重气渔 所以,气渔爽虚的人,又如何有这种呢? 只能邪虚 因此说 生活中一切的烂烂,可能真的不是烂 而且,多少情况下 都跟十几种一样气渔 或者气渔、邪虚有关 所以,这要该怎么办呢? 要想解决烂的问题 就要从取食、不恙、不取血 这三个个度来进行调理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图方 名字叫霍梨堂 祝您劝劝解决难道问题 让您充情换法活力 首先,第一作用就是取食的 有藏主、活像、妇灵等等 其中,藏主有一股凶烈的气味 能够早食 而活像也有独特的方向 能够心批化食 妇灵就更不用说了 治节省食 所以,这三位要合理 就可以将天理的食器派出去 为神器肩负 五食一身情 接着 第二作用 主要是无气的 有广气、当神等等 那么,气足了 身就足了 做什么事 就会有一股干劲 还有 第三作用 主要就是用贵质 负责不一样气的 贵质得母气最多 又是最丁端的脚轮的数值 所以 接受央气最多 最具有神法性 可以枪挡神器的央气 最后 当委就是补写的 前面说了 气血一定会有血血 所以用点 当委来补写 这样一来 神器的食器没了 一样气足了 气血重应了 做什么事 自然就会有激性 再不会中香水药 撈酒的困难 所以,生活中 如果您也以前倒完反馈 撈下个水药 还做水药 那么这个货力堂 大家就可以 好好了解一下 然后 在医生的指导下 编整夹剑内容 就会有不错的改善作用 大家知道了吗?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众